第五少年收集 大家好 這裡是充載單跟他們慢慢聊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 已經完全跟人類供練 沒有關係的一集 完全跟音樂 也沒有關係的一集 今天真的要來聊食物了 我很想要很想要聊食物 我超喜歡吃東西 超喜歡吃台南小吃 超喜歡品嘗各種美食 然後今天在簽咖啡 我很喜歡的一間飲料店 點了三杯墾丁特調 找來了這個文創園區 台南文創園區的馮經理 馮經理好 哈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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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有Jeff Skoi 有念錯吧 沒念錯 Jeff Skoi的Jeff Jeff你好 你好你好 這個事情是這樣子 就是有一天我就跟馮經理在聊說 這個最近其實這個 我們沖仔蕩跟他慢慢聊的電台 也需要找一些人來 support 一下 因為我不希望一直都是這個供電台 阿基我就在講你 我就在講你就是聽這樣子 然後那個喬治謝謝你幫忙留言 上一則電台 請問大家留言 沒有人留言啊 非常非常尷尬 謝謝謝謝 有留言真好 那這個今天一樣歡迎大家也是留言 可以留下你最喜歡吃的台南素食 不是Face Food喔 是Vegetable Vegetarian Food Vegetarian Food 就是你喜歡吃哪一間台南素食 那我自己先聊好了 就是我覺得我很喜歡 簽咖啡附近的親奇早點 親奇早點它對我來說是一間神奇的存在 就是它有時候在那種非營業時間 比如說現在八點 或者是下午大概兩三點 那種沒有人要煮飯的時間 他還是在賣他的那個豆漿啊 包子啊各種 然後它裡面有一個東西很強 叫做馬來膏 然後那個神奇的馬來膏 就算是真正的馬來西亞人 可能都沒有那麼好吃這樣子 對 然後那個彈性跟鬆軟程度 我覺得都很屌這樣 嗯嗯嗯 這個 是 不愧是饕客 我很喜歡的親奇素食這樣子 厲害厲害厲害 然後 據說 據說 府前路有一間這個 素食店 是人流宮殿的校長大吉 很愛吃的 據說是他心中的 素肉造販之神 真的嗎 但是 欸 不知道Jeff覺得怎麼樣 那改天要請大吉 來吃一下我家的 素肉造販 他就知道有什麼差別 哇 Jeff你家店名叫什麼 我家如果大家去搜尋 網路上去搜尋 陽光蔬食麻辣臭豆腐 都會長得到 應該基本上打槍率蠻少 唯一會打槍應該是 不敢吃辣的人會打槍 真的很辣 應該是說他的 我們的辣是很有層次感 而且因為素食大家一般的概念 會覺得說是比較 味道比較淡一點 但是基本上我家的東西吃過的人 基本上都會說怎麼會有麻辣臭豆腐做了這麼厲害 哇 大家可以去看看網路上的封品 如果有在留意一些素食網站的 或素食社群 素食社群應該都有聽過陽光蔬食麻辣臭豆腐 哇 那陽光蔬食麻辣臭豆腐要怎麼取得 他是網購店嗎 還是 基本上的話通常都是在網路上直接做訂購宅配 然後再來的話 因為從現在開始 應該是今年開始 因為一些因緣忌諱之下 我把它有開始辦一些素食市集 所以我就把家裡的東西帶出來 然後也因為這樣才認識我們的 阿倫文庄的紅經理啦 然後因為在每一次在辦市集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都會很多人都會來嘗試 然後再來是說 也因為大家吃過都一次好評 所以之後只要我家的陽光蔬食麻辣臭豆腐 出場的時候 基本上都會有一定的客群都會出現這樣 我這個Jeff你謙虛了 那個什麼叫一定的客群 你知道我在你的粉絲團看到那個人潮 有一次在屏東的那個 Io Studio的那個縮食攝影 我嚇到耶 他是那個青創園區 對對對對對 太扯了 那地方平常都沒有人的 架子也沒有人的 我是不知道會不會沒有人 但我只知道 他們也跟我講說還蠻誇張的 那個地方可以改成那個素食園區了 真的 可以試試看 可以試試看這樣 那當然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也因為這段時間辦一些素食市集活動出來之後 開始發現越來越多人喜歡吃 其實吃素已經成為一個潮流 所以接下來也會跟我們台南文創園區這邊 會有一系列的 我自己有一些一系列的規劃 想要跟台灣文創園區一起做合作 然後辦一些比較不同主題式的素食市集這樣 我在你的粉專看到有公開的訊息 就是十月二十萬聖節市集 對對對 可以大家分享一下會有什麼內容 OK 基本上十月二十這場萬聖節 萬聖節 萬聖節變裝蔬食趴 這個 哇還要變裝喔 當然 這個是一個主題性 因為每次辦素食市集 大家就會一窩蜂就會來排隊 那講真的吃東西是大人喜歡吃還是小兒子喜歡吃 當然是大人啊 對嘛 但是你如果叫小孩子陪著大人在排隊一排就排一兩個小時 小孩子會這樣 怎麼 要吃到你們四集 要排那麼久 當然不是只有我這一點 是有很多攤全部 因為我辦的素食市集 大概通常會來的來的的攤數 大概會有十二至十七 甚至有時候會在更多 哇 這麼多的攤數裡面 當然因為會找出來這些攤 在南部我在辦素食市集的時候 會找出的這些攤商通常很多都是我自己有試過 然後我在我的本師專頁上面都有發表過文章 然後這些美食真的都是有它的 也都讓人家造成迴響 所以同時間一次來就會有很多人就可以一次吃到 全部我介紹過的這些素食美食 所以它排隊一定會需要一些時間 但是小孩子如果每次跟大人出來排隊就是要排大人喜歡吃的 小孩子又沒得玩 那其實對小孩子來講他是會鬧脾氣 那剛好那天就跟馮經理在那邊聊 欸這一次十月份如果要辦的話 那不然我辦一個比較不一樣 因為剛好我本身從加拿大回來 外國人這個十月份是他們要過萬聖節的時候 萬聖節就是小孩子又會怎樣 會變裝嘛 那在台灣因為這幾年就是 就是有一些幼稚園會做一些美語教育 所以他們在萬聖節這段時間都會 家長都會 幼稚園都安排一些小孩子去變裝 然後去烤糖果的活動 那我說那與其這樣 那我不能辦大一點 喔 我把它辦來我們台南文床園區 因為台南文床園區本身也是一個 台南一個在地的古蹟吧 對 而且是一個很有風味的地方 那我這場 風味 對啊 真的對我來說我喜歡那種風味 一個老味道 OK 那來這邊的時候 就是說這一場 小朋友來到這個園區裡面 我們從下午三點開始 就可以讓小朋友開始在逛園區 因為三點開始的事情 是從小朋友喜歡的蛋糕 甜點 還有飲料 然後這個時候 小朋友來可以在家裡先變裝完 然後來當天來的時候 一邊排隊買甜點 買他們喜歡吃東西 一邊跟攤商討糖果 這樣小朋友會比較開心 他們玩在前面 然後兩個小時之後 而且當天我們園區的工作人員 他們也會變裝 可以跟大家拍照 所以馮經理要變裝 會 我會找一些夥伴 會來變裝拍照 然後 我們還會送精美小禮物 對對對 當天還會送精美小禮物 然後在大概 玩大概差不多五點左右的時候 就開始我辦了素食市集 然後那些攤商們才會到舊定位 然後才開始準備晚餐時間 大家一起吃 然後當天呢 因為整個園區都是由我們在使用 所以包括我們園區的裡面呢 也會有一些文創攤商 然後或者說一些素食的 有些人想要賣手工衣品 什麼都會在裡面 然後我們園區的後面那一段 有一塊還蠻特別的庭院 蠻特別的庭院 那邊可以看得到火車吧 對 我記得台南以前 有一個地方叫南站對不對 有沒有聽過 對 不過南站已經普遍了吧 還在 只是沒有進駐廠商 沒辦法進駐 也沒辦法進去 所以那個地方就是我們 類似我們另外一個 我那一天呢 那邊我們會請中華醫師學院的 調酒社的學生 他們會來那邊做特調飲料 不給大家喝酒 他們那邊可以賣特調飲料 然後你看 你可以想像在傍晚黃昏時分 坐在那邊喝著咖啡 吃著甜點 然後看著火車開過 那種感覺有沒有很不一樣 在這一次的活動裡面 我們全部都會做得到 顧顧顧的 這一次會出的 因為你剛剛是給我們 真的整體回去的印象 可不可以幫我們點出幾個 一定要到的攤 一定要到的 嘿嘿嘿 哦 你這樣要 突然要問我就 OK好 那一定要到的攤 就是我家的 馬拉超豆 soldiers 你會自己顧攤嗎 基本上那天 因為收到收到很多訊息 也好啦幾個 比較大的部落客 都會到場 誰誰誰誰 聽說熱血應該會到 哇 然後還有 還有誰 熱血會到 熱血就很大了 熱血就很大 然後其他還有幾位 然後高雄的美食 蔬食波羅克 網紅Tier Tier 蔬食夢他也會到 然後再來 最主要是透過這樣的活動 那我家的東西 我應該那天 如果沒有忙 沒有 沒有太忙的話 我應該會 會四處晃 那基本上 依照過往的經驗是 好像都會在那邊顧攤 應該是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這樣 然後我當 因為我家的東西 除了麻辣臭豆腐之外 它會出一個 素食有聽過 有吃過韓式 韓式炸雞嗎 韓式炸雞 韓式炸雞有嘛 所以我家也會有一個 素食版的韓式炸雞 哇 所以當天也可以來試試看 然後再來呢 有一間 高雄滿有名的餐車 叫做三寶坊 三寶坊餐車它是 主要是 因為 呃 老闆是 有一個是 呃 素食廚師 他有素食執照 然後再來 他的太太呢 本身是馬來西亞人 馬來西亞人 所以他們會 那天他們在三寶坊 主要主打就是 南洋料理 哇 所以你要想 一般我們要吃 南洋的 南洋咖哩啦 或什麼之類的 素食料理 你要這樣 到其他地方就好 但是我這一天 會到位 全部吃得到 然後當天呢 台中有一間 有一間 漢堡餐車叫做小青蛙 小青蛙美式漢堡餐車 當天也會到 從台中來台南擺攤 從台中 從台中下來 所以也許被探一下 誰也許被探一下 其實應該是說 也因為其實我在做推廣的過程當中 跟許多好朋友都結下一些 我們講說善緣 哇 結下一些不錯 打下滿好的一個人際關係 所以當我要辦活動 有需要的時候 跟他們開口 他們都很樂意來幫忙 然後也再加上這場活動 其實是蠻特別 因為過往我在辦素食市集活動的時候 一般出去 知道的人 通常就只有 素食圈 素食圈的朋友 但是這一次我 不要做大一點 因為我是把它做成一個 連萬聖節的活動一起加進來 所以是 因為在做推廣素食的過程當中 我如果推廣給本來就一直吃素的 那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當然我們講說吃素環保救地窮 如果人家從喜歡吃肉到少吃一點肉 到一天吃一餐素 那就是我在做推廣的意義 所以我就會在 咦?怎麼會講到這邊 很重要 就是為什麼你要辦素食 你現在在講為什麼你要辦素食 對 其實 因為過去都只是讓素食圈的朋友 全部都知道 那這次我想要做大一點 在這一次 透過這次的 跟我們園區合作辦這樣的活動 然後再來是透過廣告宣傳當中 我要讓全台南市都知道 這一次台南有一場很大的素食市集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活動 我就說同理心 小朋友是我們以後未來的主人 我們要大人開心的過程當中 也不能讓小朋友傷心 對不對 所以把這樣的活動帶大一點 然後可以讓大家在 10月20號禮拜天的時候 可以一起 全家一起在這邊過一個快樂的下午 哇 對 那馮經理 你過去參與素食市集的經驗是什麼 可以跟我們分享嗎 參與素食的經驗嗎 對啊 其實我本來一開始 對於這個感覺就是非常的喜奇 因為 通常素食對我來講就是菜 然後後來呢 沒想到 因為陸續去像傑夫他們都來辦 然後還有其他就是 素食的團隊 就是素材什麼 他們都來辦 素草 就是喬治漢堡 目前台灣最火猛的素食團體 素食小夜市 以喬治漢堡跟素草 鄉村餅做鄰居 所以他們是全省巡迴 所以他們推廣的比我們 比我們的力量 應該說他們精神比我們更可嘉 因為他們跑一圈 就是好幾百公里 很累 對 然後他們好像他們都會把像章魚燒啊 還是什麼一些 什麼漢堡啊 什麼 章魚燒 對那全部都是素的 然後你就覺得非常喜奇 然後沒想到說那邊 就是真的還是有一大票的這種 就是 人潮是喜歡吃素食的這種 所以我覺得也是感覺近幾年來還蠻不錯的 那是一個工廠 然後再來說我在做素食推廣的過程當中 為什麼我鎖定在南部辦是因為說 畢竟我們不像素食小夜市這一群老闆這麼 大家的精神跟 應該精神跟他們的目標這麼明確 他們是想要到台灣各地 讓大家都吃得到素食美食的做推廣 那在我的方向我比較喜歡說 畢竟我家 我家主要在長族的不是我 是我媽媽 然後我慢慢年紀大 你也不可能叫他每天這樣跑 他這樣幾百公里這樣跑 那我就鎖定目標 我就是以南部做推廣 那南部推廣我有一個好處是 當我在辦素食的時候 辦素食事情的時候 能夠來參加的台商 大概會有幾個比較不錯 我可以取約 再來的話我會把消息放出去 所以有時候 比如說我去到屏東 我就會邀請屏東在地 特別的店家 然後像在台南這一次 我也會邀請台南幾個不錯的店家一起出來 那這個另外一個目的是在於說 我希望說 因為辦市集我們是從外地來的 大家因為外地來來這邊吃 然後當地人可以吃到 這些市集的東西 但是我也希望人家知道說 原來在我們當地 比如說我來到台東 來到屏東 來到台南 除了素食攤商之外 的素食事情之外 其實在地有哪些美食 可以吃 哪些店家可以去捧 可以來到 下次來這邊玩的時候 可以去找偶到 那也藉由這樣的機會 就可以去 讓這些店家可以發揚光大 可以去曝光 因為畢竟 雖然說素食蜂巢帶小 但是吃素的人口 畢竟還是在 還是算小眾 是啊 所以你一般店家 如果沒有人家去報導 沒有人家去介紹的話 基本上是 有 它在經營上 會有一定的困難 所以 所以我在 其實在這一年多來 為什麼說 我在台南的 台南高雄的 素食圈會比較多人 你知道是因為 我很喜歡去 到處吃吃喝 然後我去找一些是 比如說像年輕人 剛創業的 或者是說一些 比較有特色的 然後比較 比較沒人介紹過的 一些攤商 這樣不會踩雷嗎 當然其實 你說踩雷 應該是這麼講 如果說 今天我們在講 我的東西 如果推出欄 不好吃 你應該也沒有自行 敢開店 不一定喔 當然 我也踩過雷 你又踩過雷 OK 那基本上 所以也因為很多人會講說 會不會有 踩雷的機會 那當然 我們在講說 他敢開 素食餐廳 就代表說 他已經有一定的 至少有一定的技術 所以在你看這些新店 他們都是 真的是很有一把 兩把刷子的 基本上我 我們在講說 欣賞人就欣賞他的優點 他的優點極大化 然後缺點的話 你盡量可以 你要講在前面 但是讓人家可以去包容 你大概會知道 但是基本上 我去 我就是這段時間來 再報導素食美食 蠻特別的 就是說 九成以上的店家 如果讓我去包的時候 我都會去 去到一間店 然後我都會去點一些 我喜歡吃的 或者說比較特別的 我先點完吃 那通常我點完之後 吃一吃 寫 回來發文寫一寫之後呢 很快 大概我吃過的點心 吃過的東西 接下來的一個月 那個老闆 基本上就會接到 很多人上門 就是拿手機給老闆看 我要吃這個東西 哇 就是我介紹的 然後就是說 這樣你可以收業配費額 真的嗎 對真的 那就要需要開始要開架嘛 可以可以 像台南 所以你現在都沒有收到業配 我現在其實基本上 我還是佛心來的 哇靠 沒有 他現在 我看到今天為止 每一篇文章 至少都兩百個贊吧 至少兩百個人 是每天關注你的 兩百個贊是 我們在講說 可能是這樣 但是如果以粉絲專業 來看的觸及率的話 應該都是破萬 哇 應該都是破萬 像你剛剛講的親戚 那是對我們來說 我們家說外地人 他一定會 知道一定是親戚 因為他已經離火車站近 而且是吃最方便 最自由 那我們 可以從中邊 我們順便聊一下嗎 掛包是不是 我們算台灣的一個傳統小吃 嗯 傳統小吃 那你有沒有吃過 素食掛包 還真的沒有 他一般來講 就早餐店 隨便加個一個蔬肉這樣 加一點花生 這樣用一用而已 那這個叫做素食掛包 但是 隨便的素食掛包 台南有一間素食掛包 有一間店 它裡面就只賣掛包而已 然後全部都賣素的 哇 全部都賣素的 全部都賣素的 這個 我們剛剛亂錄了一位 叫做AM哥的 人人資深本 好 繼續 全部都賣素的 它只在 它也在我們中西區而已 所以你來到台南 等一下 你為什麼不講店名 你不想跟他講是不是 當然要講 這當然要 有一間叫小萊掛包 小萊喔 小萊 小萊 在什麼路 在長北街 長北街是在哪邊嗎 比較靠近北區 長北街 在 我們那個叫阿波寮菜市場 對 阿波寮菜市場後面就是長北街 喔 它那邊就是長北街 那邊 其實小萊掛包 它那時候 它那間店 它從頭到尾就有 它有六種口味的掛包 它有六種口味 然後六種都是不同 不同的素材 而且醬汁跟那個素材 都是老闆自己去 自己去研發自己去用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老闆他本身 他們會開這間店是有原因的 當初他 他跟他的未婚妻 有個夢想就是 因為老闆本身是咖啡師 喔 他本身是咖啡師 所以他的 咖啡師不賣咖啡 咖啡師不賣 很特別喔 但他的味蕾 因為有經過咖啡訓練 所以他 他對味蕾還滿敏感的 很清楚 所以他知道什麼味道什麼的去搭配 可以調出喜歡的東西 所以他那時候 他跟他的未婚妻的夢想就是 要開一間咖啡店 然後裡面有賣掛包 哇 然後 未婚妻就是負責用掛包 然後他是負責在前面做咖啡 然後後來因為 因為一些緣故 他的未婚妻離開了 原來是這麼感傷的故事啊 對對對 所以他那時候 在去年5月的時候 是為了圓他 當初他們兩個的夢想 所以才開了 這麼一間店 但也因為 愛的掛包 他5月才開 然後我大概5月中 5月第二個禮拜我就去吃了 就要吃完之後 寫完之後 很快就 整個在台南現在 現在在台南 找數十小時 想來掛包 隨便打 大家都知道 喔 而且他最近推出一個叫 三杯口味 三杯花枝口味 那個 那個花枝 我在拍起來的時候 他的醬汁放上去的時候 有人跟我講說 欸 Jeff哥 那個 應該是昏的吧 怎麼會有 怎麼會這麼像昏的東西在 你知道 那你吃了口感呢 就 因為一般我們吃外面的尖餃 是不是會用 醬 蒜頭醬油那一種 會啊 一定要加 一定要加嘛 他不需要用到這種東西 他就可以做出 調出 跟蒜 蒜頭醬油的味道 幾乎一樣 呼呼呼 他可以真的出去試試看 所以他會試這一次市集 萬聖節市集的店家嗎 不會 因為他的人就是 不喜歡 不喜歡那個 出風 他如果要出來 絕對是一定要 我要三顧茅庫的 我認識他這麼久 他只跟我出過 欸 出過兩次而已 喔 對對對 然後再來的話 欸 還有哪一間可以介紹 呃 像 在 林百貨對面 嘿 林百貨對面那邊 有一間叫做 春籍養生料理 春籍養生 春籍素食養生料理 喔 嘿 然後他的 因為在林百貨對面 他剛好他那間 對面那邊有一間火鍋店 我也忘了火鍋店叫什麼名字 不過那間春籍 他的店面 小小一間 然後你其實 有時候走過晃過 你就 你會不會留意到 但是他在 我每天經過都 沒有印象 沒有印象喔 對 但是你去看你就知道 他在中正路40號 邊 在邊邊喔 所以你去到裡面的時候 有一次我去 我去那邊吃 然後 然後我說 有什麼東西比較特別 他說他們有一個 碳烤秋刀魚 蠻不錯的 哇 碳烤秋刀魚 結果我一拿出來的時候 一端上來 馬上拍照出來 哇 一發文出去 人家說 哇靠 這個也太 太像了吧 素食怎麼會有 會有這種東西 這麼的像 然後頭感各方面 真的不錯 哇 對啊 然後 這些 國會報的這些人 都是有一些比較 他們東西都有它的獨特性 然後像在 你剛剛講的 你想要吃 咖哩飯 咖哩飯 吃日式咖哩 還是吃哪一種咖哩 都可以 都可以嘛 台南有一間咖哩飯 有兩間咖哩飯 一個是印度人開的 在小東路 叫辛咖哩 叫辛咖哩 辛是辛苦的辛 上面有草字頭 辛咖哩 他的印度 因為老闆是印度人 所以他整間店的 就是說 全部都是吃 道地的印度料理 他光咖哩 六七種 六七種不同的咖哩 都是素食咖哩 全部都素食 全部都素食 他這次也會在我 這次的素食市集 裡面也會出現 哇 然後可以一定來吃 那間蠻好吃的 可以來試試看 而且你知道嗎 去那邊吃的 我去 據我所知裡面去 很多都是成大的 的教授 那些學者都會去那邊吃 而且他的價位呢 只有 一般印度料理的 一半 喔 還做平價 他賣很平價 他一個商業套餐 可以到一百塊而已 真的可以去試試看 然後另外呢 在東安 應該叫東安路吧 東安路 旁邊有一間叫小蝶子 東安路招跳龍 AM哥 沒有在那邊招跳很久 那邊有一間叫小蝶子 小蝶子 小蝶子隔離子 馬上拷倒 他就在停車場旁邊而已 停車場旁邊 停車場旁邊 停車場那有巷子旁邊 停車場旁邊不是小蝶道嗎 好蝶道是在這邊 他是在另外一邊 喔 巷子裡面 對對對 他停車場旁邊不是有一間 綜藝診所 綜藝診所 那一排 OK 然後他的東西 老闆蠻特別 他的手藝就是 他會想辦法去研發 不同的東西出來 然後 一般披薩大家是不是 擀麵皮去做 他是用可麗餅來做披薩 可麗餅 脆的 可麗餅的餅皮來做披薩 所以你吃起來 那種口感是甜甜 因為餅皮是甜的 不是一般我們在 擀的麥香 麵皮的那種 他是用那種可麗餅的餅皮 然後你吃起來的味道 再加上上面 鹹味道 發配也是完全不一樣 然後再來他的咖哩飯 他是用 真的是去學過做日式咖哩 所以你吃到那種口感 是你幾乎吃下去就覺得說 哇靠 怎麼會這麼像日本的咖哩 哇 然後這些都是 就是不知不覺去挖掘出來的一些 口袋名單 那我在我的粉絲專頁裡面 我再幫我都會去介紹 所以這一次 這一間 東安路這一間 也會出市集嗎 不會 因為我想說如果 因為就一個市集的這個攤主 他一定會不希望有跟他賣一樣東西的 基本上我辦的 我辦的市集比較特別 就是說 我會去評估 然後去找不同屬性的店家出來 然後像在高雄 有一間叫熟洗油飯 熟洗油飯 然後他是用苦茶油去做油飯的 當天也會過來 然後還要過來 然後還有 哇 我店家好像多到我自己都不知道還有哪些 哈哈哈哈 還在報名中嗎 還是截止了 呃 基本上文創攤商那邊還可以再報 那素食攤商的話 我手頭上我還找不到 我應該目前 我買了 買了吧 應該 應該快買了 應該快 應該算快買了 我要再 欸我先確認一下到底要 這個馮經理 文創園區文創攤商還沒有招滿 你是否要說幾句話 就交給大家幫忙 你趕快來報好不好 對啊對啊 我覺得文創攤商的 顧慮應該是那一天太多市集可以選的 那一天真的超級大日這樣 萬聖節 可是 素食市集又這麼熱門 不要措施這個機會 真的要是 對啊 因為這也是第一場正式 對全台南市的發布 除了素食圈之外 是對大家全部發布 所以我覺得說 也希望藉由這樣的 因為我接下來的規劃是 希望可以跟園區做一系列的配合 辦一些不同主題式的 類似市集 然後再來是說 我想要做一個 盡自己的一點力量 可以幫忙 台南在地的 攤商也好 店家也好 然後我想要做一系列的台南觀光 因為像 我前兩個禮拜介紹完一個 嘉義輕旅行 然後那時候是幫忙寫了嘉義的幾個 的旅遊景點 然後再來是 介紹嘉義的一些美食店家 然後包括連住宿都已經 然後去嘉義住一晚才八百八 喔 是這一篇是寫在哪裡 這一篇寫在我的粉絲專 就是購益裡面 他如果現在搭配旅遊 秋季旅遊的話 三天兩夜還是八百八 住嘉義風華酒店 三天兩夜八百八 真的 三天兩夜 對對對 超便宜 天啊都沒那麼便宜 對 兩天一夜也是 怎麼那麼便宜 然後再來是說 我那篇寫嘉義還蠻特別 是 在寫的時候 因為我們家嘉義 講到嘉義師 大家就知道 一定會去快逸生活村 對 但是其實它 其實旁邊附近的一些景點 一般人不會特別去看 像鐵 有人在說鐵道民 他們一定會去看 有火車的地方 那火車 有停放火車最多 大家知道 台灣應該最多知道 應該是在彰化吧 散行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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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在嘉義的那個 就在嘉義市 阿里山 森林鐵道 那邊有一個車庫 你也不知道嗎 也不知道 就在火車站旁邊而已 就在火車站旁邊而已 所以你去那邊 也可以看到 一百多年的 就是那時候阿里山的小火車 包括它還有幫 幫日本天皇 那時候做 讓日本天皇做的 車廂都還在那邊 車廂還在那邊 車廂還在 所以都可以去看喔 然後它的對面呢 就是嘉義制裁所 因為嘉義我們以前叫木都 從阿里山都會去伐木下來 就會到下面去做一個 做一個制裁 然後那是一個古蹟 所以去那邊 它裡面也有保覽 可以去看到 一個很不一樣的風味 然後再來 走到北門車站 其實那邊 全部都走路就可以走到 然後北門車站 就是當初以前 去要算 上阿里山 坐小火車 就在那邊坐 然後在那個地方你坐上去 上去 一班 下來一班 一天就只有這麼 一兩班而已 所以那時候最煩惱的地方 就是那地方 所以那邊也是 整個貨物的集散 集散地 旁邊還保留 保有一間叫做 玉山 玉山旅館咖啡 玉山旅館咖啡 就是當初最久的 的旅館 當初就是人家要上山下山 就只能在那邊住一晚 就是來去住一晚 就在那邊住 那邊 已經六 六七十年了喔 目前還是有提供民宿可以住 哇 他們說 那天去採碼的時候 他們說 真的有日本人去那邊住 哇 原汁原味的 然後我覺得 這個 來出去旅行就是 體驗當地不一樣的地方 那所以 我在上個禮拜 也發了 我們台南 一日深度旅遊的那種 旅遊經典 用一個下午 一天的時間 其實就可以把 我現在把話題拉回台南 拉回台南 其實台南很多地方很好玩 我覺得 像 剛剛有提到 台南有什麼 月老廟 月老 月老 台南月老之都 紅經理 不用了 謝謝 OK 台南有四大月老廟 然後我在這次寫的景點裡面 就可以逛到三間月老廟 五廟有一間 你刻意忽略誰 我沒有刻意忽略 因為那是在成功路上的大天 大觀音亭 大觀音亭 因為我只是在 就我那天在跑的路程 那邊比較遠一點 那邊比較 對 所以在五廟就有一間 隔壁天后 大天后宮也有一間 然後再來一間 就是我們講說 最隱密的那一間 重慶寺 一般人不會來台南逛市 通常都逛廟 對逛廟 但是重慶寺 它也有200多年的歷史 所以很零就對了 據說 那天我去拜訪店家 他跟我講說 真的在地人 他們會去拜 是去拜重慶寺 因為他說 他說 我們要跟 大天后宮都是外地人知道 重慶寺 因為他是在巷弄裡面 沒有人知道 然後再來是說 他的靈驗是靈驗到什麼程度 假設說 我今天去那邊拜 我跟月老講說 我心目中的 我心目中的對象 大概是身高多高 然後長相大約什麼樣子 然後我的那個年紀大約介於多少 我把條件跟他講 月老很快就會去看他 聽說很快 因為去那些店家跟我講說 聽說真的蠻快就出現了 哇 而且他裡面呢 月老裡面呢 他有一個地方 他有一個很特別 他有一缸 有一缸叫醋缸 醋缸 你知道什麼嗎 白醋黑醋的醋喔 白醋 吃醋的醋 吃醋的醋 那個缸裡面 真的裝得滿滿的白醋 裝得滿滿的 假設說 你想要跟另外一半 跟另外一半 可以感情保持久勻一點的話呢 就順時鐘 繞著那個醋缸 攪拌三圈 那就會常 就是百年好合 那假設說呢 你的另一半有出軌啦 或什麼 你要希望他迴心轉翼的話 你就逆轉三圈 攪拌三圈 然後就會迴心轉翼 哇 然後也是把那些 斬斷那種爛桃花 那Jeff哥 是有這一方面感情的需求嗎 沒有沒有沒有 那天只是為了要讓 要把我這篇文章 把台南介紹生動一點 所以特別去跑了一圈 那我覺得說 再透過去這樣走一圈的時候 真的發現 真的台南這個地方真的很美 像以前的 欸 氣象站有去過嗎 公園路那個 公園路那個氣象站 胡椒罐頭 每次都進 每次都進 胡椒罐頭 就是它的 形狀就很像那個 但是 每次你都進過 但是你不會想要進去看 然後旁邊又有一間 日式建築 那是台南最早 那時候最高級料理 鷹料理的 原址 後面嗎 對對對 鷹料理 很大的庭院那個 對對對 現在不是還有營業嗎 它有營業 復活了 價位 還沒去吃過 這個 通常 建議是辦活動的時候去 對 什麼叫辦活動的時候去 就是他們 呃 有時候會在那邊有 小市集 然後或是一些 內部泡茶 糕點 的活動這樣子 建議是那個時候去 才是平民交配 因為它那邊的精英點是 阿美 是做台菜的 阿美就在隔壁 就去吃阿美就好了 對對對 但是 那已經不是日式料理了 阿對 最主要它是一個 一個 所以我們現在要開始 diss一下現在的文創發展 一個景點 然後再繞過去 繞過去無遠 無遠是台灣四大名遠之一 阿你怎麼知道 你如果不去特別介紹的時候 你也不知道它 我知道四大名遠 那是美女的名遠 哈哈哈哈 我知道四大名遠 哈哈哈哈 我知道知道 那我覺得說 欸就是 你在台南一個漫遊 這樣走路的過程當中 其實你可以挖掘很多漂亮 它的美 就那天這樣 從 從赤坎樓走到五廟 走到大天龍溝 然後沿著 那好像中醫路吧 對 全美醫院 這樣走走走 欸遇到我們的國寶 那個 嚴正法老師 哇 對不對 守惠大師 那因為全台灣現在只剩下 只剩下 台南全美 全美西運有那個東西 然後 那嚴正法老師也是 但是週末才會在那邊 跑 那天真的是 禮拜五 碰巧被我遇到 老師你在這邊 可不可以讓我拍個唱 哈哈哈哈 對啊 那我覺得說那就是 挖掘一個在地的一個 特別的東西 那你就去看 就 欸很漂亮 那我覺得 透過這樣的 接下來的方式 就是希望可以 跟園區 後面的活動呢 我就會 結合台南的在地旅遊 然後 順便美食 然後再一些什麼 JUJUBA 做出來 一系列 歡迎大家來台南 我真的覺得這個 以素食料理 做為切入點的旅遊方式 是 千所未見 其實講真的 因為 我們在電視上 這幾年應該 最多 最夯的旅遊節目 應該叫 食尚玩家吧 然後那時候 食尚玩家 就是有一個叫做 玩外國 叫食尚玩家 玩國內交來去哪裡 住一路啊 然後我那時候 587講說 每一次都是這樣 但是 每一次我只是介紹 在地的哪些店家 大家知道 喔台南有這些店家 可以吃 但是 對外地人來講 其實他不知道怎麼去把它 串聯起來 有時候你就 點跟點之間 其實是 差有一段距離 那 既然這樣 我就乾脆 把每間店 我就 安排一個旅 旅遊行程 有一些景點可以逛 然後沿途可以有什麼店 可以去吃 這樣整個串聯起來的話 讓他這次的 輕旅行 是更豐富 而且更有 更有深度 所以現在腦子裡面 還有一大堆的行程 在準備當中 哇 對啊 以前我曾經在台南看過 有人出那種素食的Google Map 可是他們的麻煩就是說 自己吃素的那一個人 做完那張地圖之後 就不再維護了 對對對 所以 大家就漸漸不會再去看他 對對對 現在可惜 都是有這樣 只是就是說 我覺得說 現在其實隨著資訊 越來越發達 一個人分享 兩個人分享 他越來越多東西 會越齊全 那只是說 就像你剛剛講的 也有朋友跟我講說 其實我這篇文章發出來 之後 在素食圈 他們會覺得蠻特別 因為沒有人專門在寫一個 素食在地旅遊 沒錯 而且連店家什麼都幫你全部用 包括連住宿 我都幫你找好了 那你覺得這樣 這樣應該算不錯吧 那 我就說 透過這樣方式 怎麼不錯 我是佛心來 真的喔 你沒有收錢 我怎麼這麼笨啊 沒有 但是我覺得 這個方式去推廣的時候 可以讓更多人去 最主要我是希望 每個店家可以賺得到錢 因為他們賺得到錢 我是還有地方可以 有東西可以吃啊 哇 對不對 可以經營的下去 但是 但是 在這 除了吃之外 就是要讓自己的人生 生活可以豐富一點 所以 旅遊是必備的 對啊 因為也是透過這次寫一寫 我才發現說 原來台南 光在中西區 有很多 很多 老宅 沒錯 而且很棒 嗯 像我這次報的民宿有一間叫 赤坎月樓 赤坎月樓它是在 就在 台南有一間 滿不錯的 素食料理 而且滿高級 叫 赤坎西樓 喔 差一個字 對 赤坎西樓 赤坎西樓在我們台南 比素食圈的話 它算是一個 比較高價位 所以這 做 然後 等一下 我一定要確認一下 那間對你來說 真的 你覺得赤坎月樓嗎 嗯 我們講說赤坎月樓 就是說 你可以創意做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 那我覺得說 其實已經算OK了 OK而已啊 已經算OK了 因為如果要講真的 到味道各方面的話 其實每一家都有它做的方式 但是 我們講說 吃的東西其實是還滿主觀的 對 那以我來吃的話 其實我覺得說 如果我覺得OK的話 其實 很多人來吃都已經說 已經會有經驗 喔 對 然後赤坎西樓它就 它旁邊就有一間 那間民宿叫赤坎月樓 然後它也是一間老宅 它是從清朝就到現在的老宅 那 民宿老闆他們 花了一百多萬去重新整修 本來是一間已經破舊的廢墟 那重新整修完之後 是一個比較 有 仿古的地方 然後它還保留它當初的一個建築 所以住在裡面的時候 你去拍照你會覺得說 哇靠 我好彷彿走在古都的巷弄裡面 住在老宅裡面 我真的還彷彿回到明末清楚 那時候的生活 而且我覺得 欸這樣子不錯啊 這就是一個 你去來這邊 體驗一個不同的生活 然後住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現在生活方便 然後出去外面住 又住得那麼高級 但是這一間 它是做一個 反其道而行 做一個比較古老的 然後你就 你來這邊想 體驗那種古老的感覺 對啊 那 我覺得還是從 因為 台南的旅遊的那個 在地特點是 應該說是 大家都很知道的 很明確的 台南旅遊 它是很有 別的地方沒有的東西 像你剛剛講的那種老宅 對 然後像四坎樓 像零百貨 都是別的地方沒有的 但是如果 就台南的素食料理 有什麼東西是 只有台南有 讓外地人 一定要來台南吃一道的 這個素食料理 外地人來到台南 一定要吃的料理 對啊 哇 這你就真的考到我 以目前來講的話 其實 應該是說 台南的這些素食餐廳 大家在做的 它都有 有它特別的味道在 那只是說 那我反過來問你一下 是 你有沒有聽過 人家講說 台南 台南的食物很甜 對啊 這不是聽過 這事實 為什麼 嗯 我的印象中是 過去的 這是一個 炫富的行為 多放幾個甜 幾個糖 就是我比較有錢 對 其實 講這個很多人 都只是就是說 台南的習慣吃東西 就是要很甜 那真的是因為台南那時候是 甘蔗甜的很多 所以它在 這 主要生產這糖 所以我在煮東西的時候 會多放一些甜 然後人家覺得說 欸 我是比較高級的料理才吃得到 你真的是 沒有很多人知道這個東西 我還有一個朋友是 跑去散衣麵說 老闆我要散衣麵半糖 老闆還不做 就是要加差不多糖 那就是因為這樣紀念的關係 所以它做出來就是一個 它這樣 那你問我說 台南必吃的 素食 應該是說 對我來說我只 各家東西都模仿得出來 但是 我喜歡找的是 找一些老味道 像我剛剛講的叫做 有一間在 安南區 安南區 剛剛講的 海環街 老爹蔬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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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爹其實它東西其實很平凡 它只是做糯米廠 它做糯米廠 然後裡面包一條 我們講素的香腸 大冬天成的素食版 對對對 但是是古詐皮 對 但是它這樣做出來的時候 它在做完的時候 它的大腸 糯米廠它有先蒸過 蒸完之後 它在素廠加上去之後 它會先炙燒一下 當它炙燒過程之後 它會把那個 糯米廠的表皮 那個 豆皮 把它炙燒過之後 它會變乾 然後它的豆香會跑出來 哇 所以在 搭上它 搭在上面 會塗一層那個 我們叫做 碧玉筍 切碎的碧玉筍 切碎的碧玉筍 它吃起來口感有點像 蟲 我聽你現在講到現在 你確定這家店 真的可以講嗎 可以啊 感覺上 這個應該算是一個 很像之類的 因為基本上的話 從我去年爆完之後 現在大家都知道了 然後它的 你覺得是麵線糊 怎麼樣叫做好吃的麵線糊 怎麼樣叫做麵線糊 嗯 我很重視麵線跟糊不要糊在一起 麵線本身的質量夠好 OK 那你就一定要去試試它的東西 基本上很多人在煮麵線糊的時候 湯是湯 麵線是麵線糊 你去吃它麵線 你會知道說 什麼叫做道地的麵線糊 它的麵線 是特別去台中找 找下來的 很紅麵線 然後它在吃下去的時候 你整個是 你會感受得到 吃下去的口感是很滑溜 然後你的麵線跟它的根呢 跟它的根 是完全match在一起 不會有 我比較有離合感那一種 這個就是吃完的人 才會去感受到它的特別 然後所以這件事 我一定會去爆的 所以這個等於是 我們對於麵線糊的價值觀的差異 因為我很喜歡的是那種麵線 一定要有麵線 麵線是可以單吃也是 也是有口感的 但是你可以去試試看 因為應該是說 你在吃下去的那一沙拉 跟你通過你喉嚨的那一 那感覺是不一樣的 你可以去體驗看看 那我覺得說 它吃起來是 目前呢 我大部分吃過都還算不錯 這個真的是很 我覺得很了不起的姿勢 你知道 因為從來沒有看過 這麼特別的組合 賣素食的大腸薑糖 跟麵線糊 還有什麼 它還賣什麼 它還有 這一間我就爆這兩個就好了 喔 那其他的 因為主要 它當初 我去吃也是 它以這兩個最厲害 然後 因為它東西賣得蠻簡單 不過它每天都會熬粥 每天都有不同的蔬菜粥可以吃 不過粥基本上 因為我的時間比較不能搭到 所以也不太會吃得到這樣 那常常賣完嗎 基本上常常賣完 因為 講是講一點賣 營業到一點 那基本上很多時候 大概11點就賣 就沒有東西吃了這樣 哇 它其實還蠻搶手的 就要看 有時候太晚去真的吃不到 然後再來你說什麼比較好吃 你覺得 蛙粿算不算 在地 傳統 傳統 算 而且我吃以前素食 蛙粿很討厭的印象就是 它只有菜脯跟 櫃蹄 OK 它有香菇 有香菇算是不錯 你確定這樣喔 OK好 一般的素食 你如果在外面吃到的話 它只有下面是貴 對啊 下面就貴 然後裡面沒有東西 然後只有上面飽飽的一層油 有一些料 那其實吃起來是沒有香氣 對啊 OK 在我們台南果菜市場 安南果菜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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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其他時間也有在 蟲的市場 昆山市場 還有金華路 那個西校路那邊的那個菜市場 它也會在那邊擺攤 金華市場 對對對 它的 它的挖柜很特別 你不管你直切橫切 從哪個地方什麼切 滿滿的都是餡料 滿滿的都是餡料 而且你吃下去的時候是 它的粿 一般挖柜是不是 很多 一般我們吃粿 是不是還會用沾醬 對啊 它不需要用沾醬 就很有味道 哇靠 很有味道 而且你在吃的過程當中 是整個的 你會覺得是整個都是香的 哇 因為有些粿它會 會Q Q到像你在那裡吃 沒有塑膠那種感覺 我 我 我覺得那種就很Q那種 但它的挖柜是整個是綿密 綿密 然後你入口會化掉那種 然後你在切的 在吃的過程當中 它的挖柜裡面 你還吃得到雪蓮子 什麼 雪蓮子 雪蓮子 該太狗笨 該太狗笨喔 我也不知道阿姨是在攤上 但是就是因為這樣 從我把它 呃 我 我覺得這是另外一個 我在辦素 我在寫素食的東西的時候 除了讓人家吃素方便 讓人家少吃素 那如果能夠讓店家 從做婚的 到轉做素的 那我覺得我 我更有成就感 所以阿姨那時候 其實阿姨她在做粿 她的 她包括想的花生粿 土豆粿 蝦仔粿 南瓜那些 她都有做 這麼多 蝦粿都有 然後她的蝦粿呢 我幫她爆出來之後 她到現在好像說 基本上才兩個多月的時間 她就跟我說 那她婚了應該就不會再做了 哇 就只會只做素的 太了不起了 因為全部的人都知道 怎麼會有這麼好吃的花粉 哇 我是不是應該一邊跟你講 一邊讓你看照片 真的 店名叫什麼 叫阿爸的粿 阿爸的粿 阿姨在賣 所以你都是在什麼 因為你剛剛講很多市場 你都是在哪一個市場吃的 來來這邊就直接讓你看比較快 因為現在這個 台南的素食碗粿的選擇 不多 真的很少 很少很少 真的很少 因為大家所認知到的 有名的碗粿都是荷的碗粿 對 所以 我看到這個照片 覺得非常誇張 上面是有紅色的醬 是 沒有這是我後來沾的那個 我後來沾的那個辣椒醬 什麼的 然後它上面有排滿滿的素肉 哇 上面有滿滿的素肉 然後還有一整朵的香菇 然後你拿它切開來的時候 裡面是其實基本上 全部都是滿滿的餡料 我找另外一個 給你看一下 所以現在這個 它這樣一個貴要賣多少錢 30 真的假的 30滿便宜的 什麼滿便宜 便宜到2好不好 對啊 真的 已經便宜到人家覺得說太過誇張 我找一下那個 這邊 我應該有照片 所以M哥過去吃素食的經驗是 讀書的時候 你基本上就是一個跟素食無關的人 讀書會吃到 我記得你在 在學校吃半年 我在IG上面用的那個 就是它整個滿滿都是它的餡料 OK好 這是它花粿嘛 再來呢 你切開的時候 一般我們在吃的時候 裡面是沒有東西的 下面是沒有 但是你看它這下面還是滿滿 滿滿的餡料 OK 然後它有賣 有另外一個口味是 胡桃菇 直接有胡桃菇 然後呢 很搞分耶 很搞分耶 然後 然後 然後再來這個 這是它的南瓜 南瓜粿 然後 這是 胡桂 胡桂 然後頭刀 OK 好 這個大家可能 看我們用講的很難 很難想像 你歡迎直接追蹤 Jeff Sugoi 對 Jeff Sugoi的IG 他有把照片都放上去 然後這間 那要怎麼打字你要先跟他講一下 我會帶留言區 OK好 放在上面 這間就是我剛剛講那些小碟子的那個 它的咖哩烏龍麵 真的 它的咖哩真的是水果咖 我只有看到咖哩我沒有看到麵 然後它的烏龍在下面 它的烏龍在下面 咖哩很多耶 它咖哩很多 然後它還會附一碗白飯 因為怕吃不飽 它會再附一碗白飯給你 吃麵配飯 對對對 然後 然後這邊 OK 然後這就是它的可麗筆筆上 嗯 它餅皮就是用可麗筆做出來的 然後整個披薩把它帶 鋪得滿滿的 停車場旁邊來幹嘛 蛤?就是這個啊 停車場旁邊來 對 這就是 然後再來比較特別的 我今天這個Jeff跟我們分享很多 神秘的 我第一次聽到的素食店家 真的喔 你讓我 最近可以去試一下 你讓我用全新的視角在看台南 OK啦 以前 我剛剛中斷你 你是說 讀素的時候吃素是什麼樣的情境 因為我是住校 啊 所以 我就是讀佛光山 真的啊 強迫啊 強迫吃素 沒有沒有沒有我們學校有婚的 只是 想說 去吃素半年這樣 你是自願的喔 對 只是還是會有時候 偷偷摸摸上去 樓上 樓上煮得比較扯超 就是樓上吃 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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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再找一下 我通常不喜歡選擇素食的 一個 我的偏見啦 就是我覺得很多素食的 料理 加工食品 鹽 加工食品是一個 鹽都放過多 或是油放過多 這是讓我覺得很可惜的 那其實現在在做的 其實現在素食大家追求養生 追求健康 已經加了減少的東西 那 先給你看這個東西 臭豆腐丼飯 這太酷了吧 這是我家的東西 它只會在 市體上面才會賣這樣的丼飯 然後就是 這個豆腐呢 就是人家說吃過就會 辨識度很高的豆腐 你吃完之後 其實如果你在其他地方 還吃得到 因為說這個豆腐應該就是 陽光家 陽光的豆腐 我覺得看那個 一個豆腐好不好吃 就是切開來 一看就知道 那個孔隙這麼多 OK 應該吸滿香氣 對 然後旁邊這些塑膠 就是臭豆腐的塑膠 也是我們家的豆腐去 特別做出來 然後這個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韓式炸雞 好 然後這個炸雞 這些道片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 拍得非常誘人 這個是香菇嗎 沒有這不是香菇 這是用大豆蛋白 就是旁邊那個 全部都是大豆蛋白 跟那個做出來 那裡面有 夾一些是用 杏鮑菇裹粉再去做 拿不過基本上 主要是 我們的素肌肉 是自己去 研發去做出來 所以這一次10月20號 這些東西都會出嗎 絕對會出 絕對會出 臭臭鍋也會 這個也會 這個也都要出 上次那個炸雞沒有吃到 你沒吃到炸雞嗎 沒辦法太晚了 對 因為排不到 這個 馮經理這麼委屈啊 他很委屈 先可以先預約 先預約 先三份 先三份嗎 真的 有 來我再看看 最近爆了什麼美食 比較 那接下來這個 文創園區有什麼樣的 規劃呢 馮經理要不要順便跟我們分享一下 既然難得請到你 今天先不要好 我們下一次直接開一集 讓你好好聊對不對 今天 今天 對 我們這很感謝 在那個 漂白露南拳北腿的 OK 對啊 謝謝你們 那一次美好的回憶 嗯 就不要這樣笑 真的很美好 大家都很喜歡這個場地 對 雖然我們真的很累 對 其實我覺得不錯 其實台南文創園區 對我們這半市集的 其實因為像最近在 在辦的過程當中 很多外地朋友 像高雄啊 屏東 他們會覺得說 其實我來到外地 我幾乎直接坐火車來 一出火車站馬上就可以吃得到 美食 這是文創園區超大的優點 對 所以他們就覺得這樣 順便來朝聖 順便來吃 那就不錯 然後我覺得說 既然有這麼好的地點 然後也是我們台南 台南這麼優勢的地方 然後我覺得 之後可以 用這 用這 善用 善用他的空間去 做更大的效益出來 沒錯 以前我對文創園區的這個 印象 就是 鬼屋 哇靠 不會嗎 經理 這個 你有獨心說 就是鬼屋 就是鬼屋 因為 過去 台南 台南人不喜歡去文創園區 很大的點 就是那邊很難停車 然後 不知道裡面在幹嘛 不知道裡面在幹嘛 然後客運就來來去去的 所以交通很不方便 對於台南人 本地人來說 但對外地人來說其實是不一樣的 因為他們是坐火車來的 所以他們交通上是沒有這樣的困擾 對 然後 過去在做這個活動策劃的這個 多元程度 是比較沒有那麼多元 這一次我 我最近好像看到有那個 唱聖歌的也有 然後動漫的也有 動漫好像耕耘了很久一陣子 是 然後最近又開那個動漫咖啡廳 對 然後那個youtuber 那個 對對對 youtuber課程 我真的是很表 我覺得我 我可能需要去上一下的 哇 Jeff哥 有一點市場 有一點市場給別人啊 真的嗎 真的嗎 說到youtuber素食 有一個叫做娜娜 她是一個 甜美的可愛的女孩子 她支持素食 也許有機會 可以交流一下 可以交流一下 對 因為目前 以素食界下 比較多的 在拍的 比較有名的應該是 白龍跟小樹 白龍跟小樹 Go Vegan Go Vegan 這個真的很有名 跟Tribago Tribago 另外兩個 一對情侶的 他們兩個目前是台灣 比較有名的那個 蔬食的youtuber 哇 對 不好意思 Tribago是找飯店的 不是啦 她的 Trib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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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那個也不錯 欸 我還是開始要繼續找 那接下來就是 我們很期待 我12、12應該會去啦 就是 一定要來 要來找我 不然你吃不到東西 一定要來找我拍照 就送小禮物 你剛剛講的那三份 不是要給我了嗎 有有有 不知道不知道123 不會 還要變裝是吧 對對對 好累喔 變什麼 變塑料 變塑料 這個還不錯 這個只有你想得出來 這個這個 留給你好 你幫我們那個 好感謝這個馮經理AM哥還有Jeff今天帶來這個沖仔蛋跟他慢慢聊一個全新的視角 就是我們用素食料理的這個叫什麼呢 我覺得他算是新的潮流然後新的時代的來臨 就是我們以後以前看素食的那些偏見可以先放在一邊 跟著Jeff吃不同的素食料理新的素食料理 然後再也覺得是OK的素食料理 你好像不太會寫採雷的店嗎 基本上我寫的店還沒有採雷過 這個實在是直接好店 因為其實應該是說大家現在出來在開店都很用心在做 那我去採訪他們的時候 幫我去試吃的時候 他們都真的的確他們的美食都有他的獨到之處 那當然我吃過東西我會就我的感覺我先寫 然後寫完之後當然店家會不會只有這些料理是好的 可能還有其他菜單我吃不下的啊 就等待大家去吃的時候 所以很多人是吃完我去到那邊先去吃我 我點的東西 然後之後再去試其他的 才發現原來除了Jeff吃的東西之外 其他還有有些東西還蠻不錯的 就可以去等待大家去發掘這樣 好那就這個謝謝Jeff 然後我知道因為簽咖啡的老闆娘又轉這一篇 就是歡迎大家來喝一下簽咖啡 這裡也是素食料理素食者可以享用的飲料店 歡迎大家一起來這個簽咖啡喝果汁 謝謝大家 對不對 拜拜 謝謝拜拜 謝謝拜拜 拜拜 拜拜